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屁 小屁的本尊騎士終於在8月20號達成了無刻80的成就 最近實況也蠻多觀眾有詢問說80等之後帳號如何規劃 那這邊小屁列出了4個以後的規劃來分享給大家 那你如果聽完之後你覺得還有其他更棒的規劃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來留言 首先第一個就是持續強化本尊的機體 就是騎士80等之後繼續玩騎士 然後把他的裝備把他的等級把他的防禦再更上一層樓 這也是我現在如果不知道要做什麼規劃的話 就是這樣子做下去就對了 因為我都是力量滿之後都是點敏捷 所以說我在81等一定可以增加到敏捷18 那三敏一防嘛 所以說防禦還會再增加 然後再加上你升到81等之後 他會給你這個英雄憑證兩個 還有20罐純白萬能藥 萬能藥的話就看拼機會 如果有做成功的話我一樣點敏捷 然後這個英雄的憑證的話 他是可以做收藏的 應該會把英雄憑證優先做這個防禦-1的收藏 也就是說一等給你兩個 那我到83等的時候我的防禦就可以-1囉 我的防禦就可以-1囉 騎士6等一防嘛 所以說我84等也可以再多一點防禦 OK 然後再加上我的一些收集品啊 或者是天上騎士的卡池也正在進行中 我覺得我對於今年的目標應該是 防禦是可以撐到145 好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計畫就是 將黑妖衝到80等 我的分身黑妖目前是74等 大概80%左右 如果接下來把所有的葉子資源都給黑妖的話 讓他趕快升到80的話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75等 76等 77等 78等 79等 就是給萬能藥嘛 然後二來就是你80等之後 你可以再多兩張紅遍 也就是說 我如果把黑妖衝到80等 我就有兩張重複的紅遍囉 但是你如果要合子變的話 你是需要四張重複紅遍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目前來講的話算是 你要再花很多時間再去培養一隻80等的話 CP值好像就還好 但是你如果累積滿3隻80的話 你就可以有無刻合成子變的機會 對啊 但是但是這個東西的話很長久很長久的計畫啦 那這目前來講的話算是被我排到最後一個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就是將龍鬥以及妖精升到70等 目前我的分身龍鬥是68等 分身妖精的話是66等 如果升到70等之後 每天可以再多打兩次歐靈副本 那這個的CP值也算是蠻高的 因為你升到70之後 一來可以再多藍遍 二來你又可以有多的歐靈副本可以打 在這邊的話第四個計畫在說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韓服兩週年你可以花1000藍鑽 然後轉移經驗值給45等以下的暗期 經驗值一樣是打8折這樣子 你加4到加6不管有沒有受過祝福的戒指或是耳環 都可以存倉庫 期間內都可以存倉庫 所以說第四個計畫就是 我一樣看要先培養龍鬥或妖精到70 還是繼續強化本尊的機體 然後兩週年的時候 假設他台服也跟韓服一樣的活動的話 就把騎士位給暗期 然後把我的戒指耳環都給暗期這樣子 台服不一定會有這一個活動出來 所以說這個轉暗期的話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要再等一下 而且這段期間內你也不知道會不會再出什麼新職業 也許兩週年你可以轉移經驗值給暗黑騎士 也許還有一些新職業可以轉移也說不定 OK 那以上就是這四個80等之後的規劃 你如果有更棒的一個規劃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P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去FB搜尋小P的奇幻旅程 這是我的粉絲專頁 以及小P神教這個社團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天堂M4是分享一下生活 我是小P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Peace ou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